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啊 所以沒辦法出去對不對 比賽拍片給你們看 OK 所以我來講解一下我以前的比賽 這是2019年的一場比賽 他下雨天下的非常的大 OK 各位應該很少看到下雨天比賽吧 我來講解一下給各位聽 OK Let's go 這雨真的是大到爆炸 對不對 真的是大到爆炸 煞車完全沒辦法大力 而且只有開雨它感覺好像跟沒開一樣 你看一堆人都一直在滑出去噴出去 然後大家都超級無敵難開 你看真的都沒辦法攤 然後方向盤都要打很大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雨天你要盡量把你的車子把它定高嘛 對不對 不然如果你只有頂一點點 基本上它的反應會很慢很微 OK 而且雨天有一個重點是 你方法盤在打的時候啊 它會就是前面好像沒有抓住 但是後面突然一個時間會抓住 那你就要會抓那個tempo OK 啊像我這時候比賽我是開X30啦 OK 然後水你看 我們在開這個的時候真的 都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像這種直線的有時候踩都不知道 你看都不知道邊界在哪裡 車子都快出去了 可是應該是我那時候技術也還沒那麼好 如果讓我現在踩 不一樣我跟你講 是吧 我 我應該可以比那時候再快一點點 對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看彎術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現在有把握 我現代彎術會比 可以感受練自己的反應嘛 齁 然後練自己身體的控制嘛 對不對 齁 你看 齁 這雨真的是大到爆炸 而且你看喔 那時候我都沒有穿雨衣 其實應該要穿雨衣啦 不然你身上那麼多 水 下到你衣服上 那你衣服會變得很重很重 你看又有人出去了 就是你會下的就是 會讓你身上會很重啦 雖然雨天是比較重一點比較好 但是 也是一樣嘛 你直線加速就比較差一點點 對不對 齁 你應該就是同一個重量下去控制車子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 齁 所以你看國外他們也不會因為說 喔 我下雨天 然後我就故意不穿雨衣 讓它變很重 不會 他也不會這樣 而且穿雨衣也是會濕啊 只不過不會變得那麼重這樣子 我覺得 可能原因是因為 不希望讓重量變化太大 然後你的車子 比較好控制 嗯 所以我那時候 我可能沒有準備雨衣吧 我就想說 就下去了 而且我記得這好像是 突然要下去比賽才開始下的雷雨 所以你看 是不是雨都下超級無敵大 對吧 我們那時候會一直被 連鏡頭都撕成這樣 對吧 只不過 現在 看以前開車 真的 技術沒有很好 應該可以再好一點的 這技術真的沒有很好 這個煞車 油門跟方向盤 真的是 以我現在看不及格 不能這樣比 對不對 快兩年前 這是2019年 9月1號的影片 所以大概快兩年了 一年十個月了 雖然我這一場 最後比賽成績還不錯 單圈也還不差啦 OK 但是 我總覺得應該可以再更好 但是有時候你也不能這樣覺得 因為 有些車友啊 他常會有個錯誤的以為 會覺得就是 喔這個賽道 呃 紀錄是假設是 喔 41秒9 好 所以今天沒有下去到41秒9 都是不好的 嗯 我覺得這 是外行人在講的外行話 為什麼 因為你每一次比賽啊 他的賽道會改變嘛 你每一次 下場他賽道會改變 然後輪胎也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 以就是場地最佳紀錄 他可能跟 路面溫度 然後跟你的 很多因素都有關係 所以 你不能就是一概而論 你看 剛剛是不是過去 很多人都spin在路上 對不對 這雨真的下太大 真的都 喔 要是我講 我會講 我覺得這個 煞車應該可以再進步一點 油門也是 然後尤其是方向盤 就是 可能要再趕下一點 他的反應會再更快一點 我覺得這方向盤下的可能有點 嘖 有點太順了 齁 OK 如果是我現在 我可能會試著稍微再 呃 粗魯一點 而且下雨天其實基本上 就在找抓地力啊 齁 你就是要試有抓地力的線 OK 哪一條線有抓地力 嗯 哪一條線就比較好 好 你看現在揮紅旗了 有沒有 好結束了 比賽結束了 OK 那有人是 在雨天他是走大圈 有人是走很小圈 就是看你怎麼 調教你的車子 然後看你怎麼去 找到你車子的抓地力 齁 我覺得這個 蠻重要的 啊這個其實也都是 經驗要堆疊出來的 OK 嗯 啊分享給各位啊 好嗎 OK 下次再見 掰掰 好 好 好 今天都不練習 好 先這裡 再一張 OK 好 來 好 一個正 二 再一張 OK 好 好 換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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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